美日頭條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蘭 今天是美東時間8月25號 星期四 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消息 俄羅斯從24號烏克蘭獨立日的當天 到25號清晨之間 砲擊了烏克蘭一處車站 死亡人數已經增加到25人 俄軍還用了多管火箭系統發射極速彈 攻擊同樣位於該州的澤連斯基家鄉克里維里赫 澤連斯基25號憤怒地表示 烏軍將祭出反擊 誓言讓俄方負起責任 俄羅斯國防部承認發動了這起攻擊 但說瞄準的是軍事目標 但據烏克蘭媒體TCH的報導 俄軍對沃斯霍諾德一處社區發動火箭彈攻擊 同時俄軍使用了新一代龍捲風S多管火箭系統 發射國際公約禁用的極速彈 砲擊了克里維里赫的一處冶金場區 俄軍24號晚間還對烏南尼古拉耶夫州 多處地點發動了猛烈砲擊 極速彈打擊面積超過67公頃 相當於100個足球場的佔地面積 俄軍消息人士宣稱 龍捲風S的精準導引火箭彈 在烏克蘭顯示出高度的準確性和有效性 比美國海馬斯更有優勢 25日 有消息指出 烏克蘭反抗軍與特種部隊 加快了識別俄軍的目標與設備 並用遠程武器重創俄軍 有推特帳號貼出了一張照片 顯示目前俄烏雙方在赫爾松地區的戰況 推文中表示 烏克蘭武裝部隊與特種部隊 正在加快赫爾松地區的戰鬥節奏 與識別俄羅斯設施並傳遞目標數據的速度 烏軍以精準的火炮打擊位於卡霍夫卡 和新卡霍夫卡兩地的俄軍設備和地點 路透社報導 俄烏開戰至今 俄軍沒有透露俄方具體的損失數量 烏克蘭政府表示 俄國已經造成至少4萬5千名俄軍陣亡或受傷 25日 普京簽署了一項法令 將俄國武裝部隊的規模從190萬人 擴增至204萬人 但該法令沒有說明要如何增加士兵人數 但有指示政府分配相應的預算 這項法令將於明年1月1日生效 將於下週卸任的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巴切萊特25日暗示 他的辦公室可能無法兌現在他離任前 公布外界期待已久的 有關中國新疆人權迫害報告的承諾 美聯社報導 巴切萊特對媒體表示 他的辦公室正在所謂的努力達到他6月定下的 在8月31日離任前 公布有關新疆報告的最後期限 他的辦公室依照慣例 已經將調查結果通知了中國 中共官員回覆了很多評論 他的辦公室目前在聚焦於可能的事實錯誤上 人權觀察日內瓦分部主任約費雪發推文說 不發表將對他的辦公室是恥辱 對受害者是背叛 近年 美國等一些國家已經認定 中共大規模系統性的虐待維吾爾人的行為 並將此種行為定性為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 巴切萊特表示 一年多以來 他的辦公室收到了巨量的信函 要求公布新疆報告 最近幾個月 他也收到了一封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 約40個國家的信函 要求不要公布這個新疆報告 他受到的公布或者不公布的兩方面的巨大壓力 但他不會因為任何壓力決定公布或撤回報告 美聯社表示 曾任智利總統的巴切萊特 經常面臨他與政府關係過密 或更理解政府的批評 尤其是他與日益崛起的中國的關係 許多人認為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2018年任命他出任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是為了在人權問題上與領導人更多的合作 而不是對抗 巴切萊特去年9月通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他的辦公室接近完成新疆的人權評估報告 但是直到現在 仍然沒有發表 自他於2018年成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以來 從來沒有公開譴責被廣泛報導的新疆維吾爾人 和其他穆斯林所面臨的侵犯人權指控 美國國務院也對巴切萊特及其團隊訪華 受到中共政府的限制和操縱表示擔憂 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24日 在上海合作組織國防部長會議上說 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再次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臺 表示嚴厲譴責 堅決反制 並說 中共立場得到了世界上170多個國家 和國際組織的普遍理解和支持 結果25日又有一批美國立法者抵達臺灣 將在26日與總統蔡英文會面 而日本 立陶宛 德國等多國 完全無視中共的警告 都安排了各國代表團訪臺 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嘉隆對希望之聲表示 所謂上海合作組織就是那幾個專制的國家 中國 俄國 巴基斯坦 中亞的幾個共和國 坦白講 國際影響力不大 算是中共拿這個來當作一個況況的平台而已 臺灣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尊彥駁斥道 歐洲與亞洲的國家已經聯合起來反對中共的軍演 更不用說西方國家的政要陸陸續續來臺灣訪問 近日 北京又宣布8月26號、27號兩天 在福建海域進行實彈演練 王尊彥分析指出 我想中國是想要在二十大之前表現出 有持續對臺灣繼續施加軍事壓力的態度啦 吳嘉隆指出 中共一直以為自己對別國的軍事威嚇不夠 才導致別國不順從它的主張 所以中共不斷的加強威嚇 中共這樣玩是錯的 方向是錯的 因為一直升高緊張的結果 它在飛彈的實力 它在海軍空軍的實力 根本不是美軍跟日本的對手 然後它這樣的不斷的升高的結果 最後沒有辦法兌現它的想要表達的威嚇的這個效果 最後的結果就是自取其路 李小龍的女兒李香寧起訴上海真功夫快餐的商標 涉嫌侵犯李小龍形象 25號在上海開庭 李香寧索賠2.1億元人民幣 綜合媒體的報導 李香寧2019年以李小龍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 起訴真功夫餐飲 要求其立即停止使用李小龍形象 在媒體版面上連續90天澄清 這家公司與李小龍無關 並請求法院判處真功夫賠償其經濟損失 2.1億元人民幣 以及維權合理開支8.8萬元 真功夫官方微博當時回應表示 真功夫系列商標是由公司申請 國家商標局嚴格審理之後授權的 我們已經使用了15年 我們的商標一直沒有被判定侵權 或者是撤銷的行政或司法結論 真功夫創立於1990年 主打是以徵品為特色的中式快餐 是中國快餐行業前五強中唯一的本土品牌 公開數據顯示 真功夫自從2004年開始使用功夫龍作為品牌形象 功夫龍身穿黃色衣服體格健美正氣凜然 被認為根本是李小龍的翻版 甚至還有外地的遊客認為餐飲店就是李小龍家族開的 2010年李湘寧已經陸續將他父親的影片 以及商標在美國的所有權購買了回來 此後他在中國採取多項措施進行維權 包括成立維權辦公室 維護李小龍形象的版權 據透露李小龍有限責任公司 已經陸續在中國註冊了近60個 與李小龍相關的商標 11月4年一度的世界盃將在卡塔爾舉辦 36歲的日本女裁判山夏良美 成為本次世界盃唯一的女性主裁判 格外引人注目 她也是世界盃歷史上 首次引入女性裁判中的三人之一 根據《日經新聞》的報導 山夏良美曾在J聯賽以及亞冠聯賽 2019年的女足世界盃 以及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上都擔任過裁判 在現代足球中 節奏越來越快的情況下 對於裁判的速度和體能要求 也是越來越高 裁判如果不能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則就很難對於可能發生的犯規 做出準確的判斷 山夏良美擔任主裁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她甚至比場上的球員速度還要快 7月份 山夏良美作為日本首位女性職業裁判 成功與日本足協完成了簽約 在簽約之後 日本裁判委員會委員長 尚古建思表示 我認為山夏將成為許多女性的榜樣 甚至可以將她視為自己的夢想 如今世界上女性裁判的數量逐漸增加 女性的機會也越來越大 但是女性裁判還是會或多或少的 在賽場上遭遇性別歧視 如果她們出現判罰失誤 就很容易被貼上因為你是女人 所以才會犯錯的標籤 所以這種情況很可能出現在年底的卡塔爾世界杯上 但山夏良美說 在日本以外 女性擔任主裁的比例已經越來越多了 她們已經為我們鋪平了道路 我有責任繼續前行 在如今的歐洲 女性裁判經常會被委派、吹罰、欧冠聯賽 或者是世界杯預選賽 球員們也不再把女裁判作為很少見的存在 她們只是像往常一樣專注於比賽上 山夏良美說 在足球界有各種各樣的角色 不僅僅是球員和教練員 還有裁判員和行政人員 如果有更多的人關注就好了 她決心做一個先驅者 並為這項工作和更多的女性奉獻一切 觀眾朋友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內容 在視頻的下方留言討論 和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歡希望之聲的節目 就請幫助我們點贊、訂閱和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和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